OK,那么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省市线选择的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我就先找一个先跑一下 OK,那么这个我先跑一下他 Evercome BC16 Run server 127.0.0.1冒号 8.0.1直接启动 好,启动之后我们就给大家访问一下我们启动的这个例子 输入这个8.0.1 那么8.0.1下面有一个叫做ELS OK,回车 那么这里面你就会你点你访问这个地址之后 这个地址这边有这么几个东西 首先点开之后 你第一次进入这个页面之后 那么这个页面里面就有这么多东西 在这个省的下落列表框里面就会列出我们地区表里面所有省的信息 省的信息 然后呢,像下面的这两个就没有 对吧 当你去选择某一个省的时候 点击,比如河北 那么选择河北的时候呢,你点开这个市 它就会列出你这个河北省下面的所有市的信息 当你选择某一个市的时候呢 这个市下面呢,县级地区的信息呢,也会被列出来啊 比如说你换成换成其他的,换成这个形态 你点开,这就是形态下面的这个市啊 这里面呢就是我们要完成的一个例子啊 完成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呢 我们首先先给大家看这个页面啊 你看我们这个页面右键啊 查看网约员代码 我们先不看 先看里面这些东西啊 你看到里面是不是只有这三个东西 对吧 它里面这些信息都是我们动态的把它填过来的啊 都是我们动态的把它填进来的啊 OK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呢 我们下面呢就首先先把这个页面呢给大家做一下啊 然后 找到我们这里面先新建这样一个页面 Errors啊 那么先有这样一个页面 我们先把这个页面显示一下啊 省市 线 那么选择 按例 好 那么在这里面呢 三个下拉列表框 Select 然后呢里面有一个叫做 Option啊 Option里面 首先这里面有一个叫做请选择 省啊 请选择 上 OK 那么这是这个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再来两个啊 一共三个 好 请选择线 请选择市 请选择 线 还有呢 请选择市 那么这个呢我们给大家起一个ID啊 首先这里面ID呢就叫PLA Problems啊 省的前四个字母 然后呢这个ID呢叫做City 好 这个呢ID呢叫做DIS啊 OK 那么这里面是我们新建这个下拉列表框啊 上面呢我们就把这个页面先给大家显示一下啊 在这里面 Define 我叫做ELS啊 ELS 写上个Request啊 显示啊 这个省市啊 线 那么 选择 按例 我们就把这个页面呢显示一下 直接Return一个Render 写上一个Request啊 使用的是我BookTest下面的 ELS啊 ELS OK 那么然后呢这个地址呢我们就到ELS啊 ELS是他 我在这里面呢去加一项 UIL R 叫做 ELS 到了 对应呢是Views.ELS啊 OK 这里面呢就 省市 市线 选择 按例 OK 那么 然后 我们下面呢自己访问一下我们这个页面啊 直接呢去敲入这个东西 写上一个 ELS啊 对吧 OK 那么这个呢 多了一个东西啊 OK啊 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页面 现在呢点开之后啊 原始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 开始要做这个例子 做这个例子的话我们就是分开来做啊 比如说第一开始你刷新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做的这个例子 首先进入这个页面第一步是不是把所有省的信息显出来 对吧 那我们就先别管事啊 我们就先做这个省 那么你想一想啊 这个省的信息我们说我们是动态的把它添加获取过来添加进来 对吧 那么这一部分 哎 这个页面一加载的时候我们肯定要要有这样一个请求去获取所有省的信息 对吧 那么这边我们要用什么来做 哎 啊 啊 啊 你可以在页面加坦完成之后我就发这样一个请求 对不对 发请求的目的呢 我就是获取所有省的信息 好 获取之后呢 我再把他们的信息呢 给他加到这个 里面啊 加到里面 那么这一步的话我们就要使用一个几块文件啊 我把它拿过来 找到这个 桌面啊 这里面有这样一个文件 直接放到我们的GS下面 直接在这里面 整体 那么这一步的话找到我们的ELS 好 在这里面 首先先引入这个文件啊 Script 直接写上一个 SRC 等于我们这个 Static啊 Static下面的 GS下面的 几块对吧 然后呢 下面 Script的写代码了 在这个 页面 加载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获取所有省的 信息 直接啊 Function 好 这个呢 我们就要获取所有省的信息了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要执行一个 好 这里面啊 我们要发起 一个 RJX 请求对吧 获取 所有省的信息啊 所有省级地区的 信息 OK 那么这个地址请求谁呢 比如说我们要让他请求他 直接你就请求这个PROB 你就请求这个Provence啊 请求这个地址 就是在我们这里面 我们就直接可以到达底 对吧 来去请求 那么 这个请求呢 使用这个Gate或者Pose啊 我们今天要在这里面给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你去 如果是获取信息的话 不涉及到这个数据表的修改 你就使用这个Gate啊 如果是RJX请求获取信息 你就使用这个Gate啊 获取信息 使用Gate啊 如果涉及到信息修改 涉及到 信息 修改 你就使用这个 Pose啊 使用Pose啊 你 OK 使用Pose啊 这你知道啊 两种方式什么时候使用啊 就你获取信息的话 你就使用Gate啊 涉及到这个信息的修改 无论是新增更新或者删除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Pose啊 OK 那么然后呢 在这里面我们是要获取所有使用地区的信息 我就可以呢 使用这个Gate 对吧 哎 之前我们使用的是这个RJX 现在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个简写的函数啊 你要发一个Gate请求的话 它里面有个函数叫做Gate啊 这Gate 这个Gate函数呢 直接就是帮你发起一个RJXGate请求 那么你要请求的地址 你就写在第一个参数里面 我要请求的是PROV 我这边就写PROV 然后啊 后面呢 哎 这个东西呢 对应着有一个function 哎 这个function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到 success对应的回调函数啊 这个呢 就是回调函数啊 这是它的一个简写啊 回调函数 OK 那么 同样的啊 POSE的话 如果是POSE的话 这边也有一个简写的函数叫做 POSE啊 POSE的第一个参数呢 你也是传你要访问哪个地址 对吧 访问哪个地址啊 然后POSE里面 你如果要传参数怎么传 传第二个参数啊 第二个参数里面 你通过传一个字典 代表你要发送的参数 是什么 好 第三个参数呢 才是这个对应的 回调啊 这是这个POSE的简写 我在这边先给大家提一下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 使用的就是我们的 GET啊 那么 现在我们浏览听的 发起这样一个请求之后 那么这个地址 对应的视图里面要干嘛 是不是要获取省级地域的信息 然后给它发回来 对吧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先在这边啊 我现在这个 前面呢 我就先写到这边 我们要写它对应的这个 试图 在这里面呢 我就写一个啊 Define 那么写上一个PRV 写上一个Request啊 它的作用呢 就是 获取所有 省级地区的 信息 对吧 获取所有省级地域的信息 你就在这里面 获取所有省级地域的信息 我们就可以能获取了 那么 这个怎么获取 哎 看跟我们上面一不一样啊 看到这边 对吧 是不是也这个样的 就根据这个条件 你把所有省级地域的信息呢 给它 拿到 好 拿到之后 下面要干嘛 好 哎 返回数据 对吧 哎 你看到啊 返回 数据 那么我们的RJ 请求呢 你应该返回的是一个 Jason啊 那么我们这边就是Jason呢 我们导入这个JasonResponse 这个类啊 导入这个JasonResponse 哎 我们在这边呢 你去看一下这个 直接Return一个JasonResponse 比如说我就返回一个Data啊 返回一个Data 哎 这个Data对应的后面就是我们这个 Else啊 那你看一下啊 我们这样写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地址配置一下 你看它能不能行啊 然后呢 找到我们的这个 里面 加上一个UR 上见过叫做prv 写到了 哎 对应的是views dnprv 那么他呢 就是 获取 所有 省级地区的 信息 然后 那么 在这里面 这是我们的8001 哎 这是我们8001 对吧 刷新 然后看到我们这边啊 看到我们看一下这个请求 有没有发出去啊 右键 哎 检查 对吧 我们阿加克斯在后台呢 我们是 哎 前面你浏览机是看不到的啊 刷新 哎 看一下这个请求 哎 发出去了 对吧 发起之后呢 但是在这边 拉开 给你报了一个500啊 他什么错 点进来 点进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边啊 看到这边啊 哎 这里面有一堆的嘛 什么L0法 L0法 L0法 然后呢 那我们往后面 你看一下后面的这个提示 哎 后面这个提示啊 Is not Jason 哎 Seal Realize 对吧 哎 他不是可以被序列化成 序列化成Json数据的一个东西啊 哎 这里面就会给你出这样一个错误啊 之所以出这个错误呢 是因为 你查出来的这个查询集 你不能把它直接作为一个Json数据返回 因为在他的内部呢 他需要把这个数据呢 把它转 转化成这个Json数据啊 而对象是不能直接转化成一个Json数据的啊 所以在这边他会给你报一个 报这样一个错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错误怎么做啊 你需要呢 自己呢 对他进行一个转化啊 进行一个转化 那我们现在就考虑一下 我们就 我们就在这边呢 我就需要啊 便利 这个 errors啊 这个病 对吧 拼接车 Json数据啊 拼接车 Json数据啊 那么这里面 你想考虑一下啊 我们返回的这个Json数据里面 我需要返回哪些东西 我需要返回哪些东西啊 就是这个地区对吧 他的这个标题 他的ID 还有他的什么东西 我需要返回哪些 标题 好 标题 是吧 Json数据里面我们应该包含这个标题 好 还需要其他的吗 还需要其他的吗 好 那么这个啊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例子的话 你 你在这里面 我直接一刷新 那么我一点击某一个 省的时候 他会在这个 他会获取这个省下面的试 对吧 我怎么知道你点的是哪一个省 ID啊 所以这里面你还需要有一个ID啊 那么一个ID一个就是A title啊 就他的标题 好 你去到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呢 在这边给他写上一个东西的啊 比如说我就到 ERROR ERROR啊 LIST 我们定一个空列表 然后呢 我们开始便利啊 去拼出这个数据 就是FOR ERROR 因我们的ERROR LIST啊 然后 我就可以呢 往他里面去追加数据的 ERROR 点 ERROR LIST啊 就是我们的 写错了啊 ERRORS啊 我们要便利的是ERRORS 然后便利出来之后呢 往我们的ERRORS LIST里面呢 去追加数据 好 追加数据的话 我添加一个圆组过去 圆组的第一个元素呢 是这个地区的ID 第二个元素呢 是这个地区的标题啊 标题啊 那么最终我们在返回的时候呢 我直接把这个ERROR LIST啊 这个列表呢 给你返回 对吧 好 那么这样返回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能不能行 你在这里面 直接 右键啊 还是我们这里面的 刷新 好 刷新 这是不是可以了 对吧 是不是200了 你点开之后 这里面是不是返回的 阶层数据 那你看到返回的 阶层数据是什么啊 是不是 DATA 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是不是 DATA后面对应的是一个什么 注意啊 在我们Python里面是列表 在这个GS里面呢 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元素呢 也是一个数组 对吧 数组里面的 里面的这个小数组的话 第一个元素呢 是这个地区的ID 第二个元素呢 是这个地区的标题 啊标题啊 OK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去写了 直接在这边 找到我们的 Eros 好 既然有了这个DATA啊 它返回这个名字呢 叫做DATA DATA里面有个 DATA对吧 这就是我们最终要拿到的这个 数据啊 这里面就是DATA DATA 这里面就是获取返回的 Json数据啊 Json数据 那么看到我们刚给大家看到 它转换成了一个数组 对吧 所以我们拿到的这个 RAS呢 是一个数组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 下面呢 我们要怎么做 好 便利这个数组 拿出每一个地区 对吧 哎 便利啊 便利 哎 这个RAS啊 数组 那么 哎 获取 每一个 元素啊 每一个元素呢 都是一个地区 那么这个元素呢 也是一个数组 里面的第一个呢 是这个地区 ID 第二个呢 是这个地区 标题啊 哎 地区标题 OK 哎 这是它 好 我们便利一个数组 哎 下面 总便利 总便利啊 放 哎 对吧 放 然后呢 I 等于 零 哎 对吧 然后呢 I 小一我们数组的长度 就是RAS点 Lens啊 Lens 然后I 加加 OK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每一个元素 就是RAS中括号 I 对吧 IS中括号I啊 然后呢 它里面呢 第一个呢 是这个地区的ID 第二个呢 是这个地区的标题 哎 我是不是可以拿了 零 哎 是不是这个地区的ID 对吧 哎 这叫ID啊 然后呢 这个title呢 就是RAS中括号I 然后呢 中括号I 哎 就是它的一个标题 对吧 哎 标题啊 OK 那么有了它之后 我们说最终这个地区的话 我们要给它加到这个 Option 里面啊 那么所以你在这边 你应该去新建这样一个 哎 Option啊 那么 在我们这里面 我们就新建一个字符串 哎 比如说Option Option啊 Option 然后呢 写上下五线Stir 哎 它就等于我们的这个 Option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的Option 那么Option里面对应的这个东西呢 它应该是谁 ID 不是 Title 好 它应该呢 前的标题呢 就是这个地区的标题 就是A Title啊 就A title OK 那么再往下呢 这个每一个Option呢 它应该有一个对应的Value值 这个Value值呢 哎 那你注意啊 它的这个Value值 就应该是这个地区的ID 那么这个呢 我们要在这边 好 我在这里面去加上这个ID OK 那么 哎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拼接出来的这样一个字符串 下面呢 这个字符串Option 应该添加到这个下拉列表 框里面 哎 应该添加到它里面啊 往这个slack里面去追加这个Option啊 所以呢 我在这边 首先在前面的话 我们需要呢 先去获取 哎 获取啊 哎 P-R-V 下拉列表 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Dollar啊 它有一个ID Dollar 信号P-R-V 然后 哎 这里面写上一个P-R-V 然后 在这里面拿到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就可以呢 在这边直接写上一个P-R-V 点 追加 里面有个 Open的啊 Open的谁呢 直接写上一个Option 他就把这个Option呢 去追加到这个下拉列表框里面了啊 里面了 OK 好 这里面就是 像我们的啊 像这个P-R-V 下拉列表框中 那么 追加 元素啊 追加元素 好 你在这边 写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呢 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边 把我们这个 拿掉 刷新 好 刷新完之后呢 你看到点开之后 哎 看到没有 对吧 哎 所有的省的信息呢 我们都把它 拿了过来啊 都把它拿过来 那么 在这里面 你要注意的就是啊 我们首先 前端是访问这个地址 然后呢 然后后端呢 给我们返回这个 省级地区的 JSON 数据啊 那么 返回的JSON数据呢 哎 这个名字呢 叫做data 我们通过data.data呢 可以拿到这个数据 拿到这个数据呢 它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的 每一个元素呢 又是一个数组 哎 这个小数组里面 第一个元素呢 是这个地区的ID 后面一个元素呢 是这个地区的标题 所以呢 我们可以呢 去便利这个数组 拿出每一个地区的ID 还有每一个地区的标题 然后呢 拼接成这样一个 Option的一个选项的字不算 哎 里面显示的内容呢 就是地区的标题 它对应的value值呢 就是地区的ID 然后呢 最后把这个Option呢 追加到我们的PLV 下达列表框里面 这样的话啊 在我们这边 你一刷新这个页面的时候 你点开 这里面就列出了 所有省级地区的标题啊 标题 OK啊 这是我们的前端 那么在后端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做的呢 就是获取所有省级地区的信息 那么获取到之后呢 你要注意的就是 你不能直接把这个查询级 放在这个字典里面啊 它会出错 你需要呢 自己呢 去拼接啊 便利出每一个对象 拼接成这样一个 Json数据啊 Json数据啊 Json数据 我们这里面 在Json代码里面 它是一个字典 对吧 但其实在返回浏览器之后呢 对应到Json里面呢 它是一个数组啊 它是一个数组啊 我们返回的数据里面呢 应该包含这个地区的ID 还有地区的标题啊 标题 OK啊 那么这里面呢 是我们的这个省级地区啊 下面呢 这个循环啊 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写法啊 下面要给大家说一个 其他的写法啊 循环 怎么做啊 直接先把这个注释 那么这个循环呢 你去便利一个数组的话 你还可以使用一个方式 这个方式呢 叫做dollar点 一起啊 dollar点一起 好 你要便利谁 我要便利他 我就在这里面写上呢 是他 好 然后后面呢 有一个对应的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你可以写上两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呢 是index 就是你便利到的 他的一个下标 然后呢 第二元素叫item啊 就是你便利出来的每一个元素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console console啊 点log啊 我们在后台给大家打一下 console点log 直接写上一个index 然后呢 再来一个console点log 然后呢 写上一个item啊 item ok 那么我们现在呢 在这边 首先就去做一个刷新 好 刷新完之后呢 你看到我们这边啊 看到这边没有 看下面啊 这里面有个console 看到这边没有 这里面是不是 这里面index就是下标 对吧 那么下面这个东西呢 就是它的一个 你便利出来的每一个元素啊 那么你知道它之后 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呢 去便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呢 直接这样写了 比如说我就 我的id呢 就应该是item 它里面的第0个 对吧 atitle呢 就是item 第一个啊 第一个 这就是你便利出来每一个元素 好 下面的这些是不是又一样了 对吧 直接把它拿过来啊 这里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这个便利啊 dollar点一起进行一个便利 好 你在这边执行一个刷新 一样的话是列出了 所有省级地区的标题啊 标题 好的 谢谢观看